對選民來講他們也覺得 會讓這個選舉的性質就比較乖乖的 所以我們覺得可能還是分開比較 這樣講好了啦 現在大家在討論的最爭議可能最大的就是 有一個人他同時是下一場選舉的候選人 他又是成為被罷免人 那除了這個極端的情況以外 大家還有沒有其他concern的地方 這個倒不是比較常發生的 這個是 不好意思我們講一下 罷免這樣同時的一個狀況發生 其實選民其實是搞不太清楚的 所以其實我們剛剛看一下 其實時代力量的這個提案 應該是想要提高所謂投票率 那當然提高投票率這個部分 其實親民黨是絕對支持的 那但是楊委員其實剛剛講的狀況 其實是很有可能會發生的 所以我一直說 那是不是就在87條 譬如說我們再整列一個第二項目說 但被罷免者如果有參與其項 或其他各類的選舉的時候 則分開舉行投票 那這樣子楊委員就涵蓋了他講的狀況 也不會有類似他講的狀況發生 這樣子 所以我剛才區分情況 如果是大家覺得這個方向上面 弄一個彈數的條款 把他排除的話 我贊成 你如果下彈數齁 對手的動也是這樣把你捕 也好可憐 反正你就要你... 沒有啦 你現在齁 即使你現在不合併選舉 對手的黨真的... 但是我必須還是要老實的講 就是說 要提罷免這件事情 事實上壓力是很大的啦 今天任何一個陣營 他在沒有正當性的基礎之下 隨意的去發動罷免 其實你傷不了被罷免人 傷的是自己 我必須要老實的說這樣子的話 因為你每一個公職的政治人物 你最後都還是要接受選民的檢驗嘛 那今天有人批評你 有人攻擊你 我覺得在民主黨社會當中 接受選民的檢驗跟監督 這個是很正常的常態 最後還是要交由選民來決定 所以 當初本來這個立法條文 把他明定說 絕對不能夠同時舉行投票 這件事情在整個立法力上 我就沒有辦法接受 因為在美國其他 他們有Record Election的州裡面 沒有這樣子的限制啊 我覺得 沒有錯啦 你說的Record Election這些東西 我是同意啦 但是齁 還是要橫著國情啦 還是要橫著國情 特別是在傳統選區齁 很容易出現 真的跟 現在有很多 希望馬英九特別會 假設啦 他是參加立委選舉 有一個特別要按檢 對手一定說 這樣我要把你罵便 不可能啦 罷免都成立了 另外一位說 這樣沒有 這樣我要選 其他的官司長 因為他被政治破壞 他訴求 選舉對同一個候選人的時候 對這個候選人來講 他的 權利 尤其他的權利 是不是有受到保障 這樣對這個候選人有公平嗎 這個候選人如果說他參加市長選舉 他就訴求說他用政治破壞 那這樣這個道理會很清楚 大家那票會投給他嘛 假設認同他的人 但是他 他因為有人提出 這個 罷免案 他必須又去處理他的罷免 不是說 我們覺得說 紀會 就是說這個 這個選民很聰明 血量 這個對候選人來講也不公平 對那個該候選人 假設有這種情況 主席 前提說 我們的討論 我認為說 我們楊委員 所謂拿出來 這是這隊的主張 他們都可以選舉 他們都有派對 所以說 如果要保併一個人 他這個聯署的門檻 我們已經非常多 也非常簡單 所以這個問題一定會遇到 我們未來我們要做修改 這都是 英雄的 整個未來 大家都會遇到的問題 所以在這個部分 我們一定要說 大家再研究一下 對啊 所以 各種情況要考慮 但是你說選議 沒有合併 那也是很奇怪 不好意思 因為主席我們剛剛已經 標列出了 其中一個例外的狀況 就是說 對一個人來講 他在同時間當中 要應付的事情 今天即使不是同時投票 我也有可能在 你宣布 要選什麼縣市長的時候 我發動 罷免你的程序 你還是會面臨到 在同一個時間 你要應付兩場戰爭的困擾 那我們現在法規上 也沒有限制說 當你宣布要選什麼的時候 絕對不可以 對你開始罷免 是被罷免人 跟被選舉人的時候 大家擔心說 選民會產生困擾 所以我說剛剛 兩位委員所提出來的高見 我也願意接受 就把這個地方排除在外 那現在在想的是 剛剛主席財事的是 除了這個情況以外 是不是還有什麼 其他不適當的狀態 同時舉兵 舉辦 是有足夠的正當性的基礎 同時舉辦的精神 我覺得沒有問題 因為就是節省行政資源 跟社會成本 我想這個是不會有問題 現在其實反而 黃委員講了之後 我是在考慮一件事 我們剛才因為條文是寫同一天 所以大家focus在同一天 但是如果技術操作是可以讓你前一天 或者前幾天 這樣也不會通 對啊 一兩天差異不大 對啊 差異不大 你今天 明天再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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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如果考慮到主席剛才所說的問題 其實這個部分真的是 我們反而要去思考 怎麼樣讓他公平 或者是說會不會被操作 我們只是閃過了同一天 但閃不過前兩天 黃國昌的意思 我哪有五次應該是這樣說 他說 各位 阿卡同一天舉辦 黃國昌的意思說 這樣差不多啦 對不對 我理解是這樣啦 以這個說服 都一樣 我雙方要算 國民都說 黃國昌的 對沒有錯啊 我先 李俊毅啦 李俊毅啦 來主席 我理解黃國昌的意思啦 就是因為理解了他的意思 所以我才覺得這個問題其實蠻嚴重的 所以沒有辦法 你排除 排除同一天而已啦 你排除不了一段區間啦 那這個齁 以前因為沒有這種案例 我們這個法一旦修過了之後 要參選的人都很聰明 這個案例一定一直走出來 來 李俊毅 這原來是兩個不同的東西 就放在一個 同一個法條裡面來考量啦 那個時代力量的主張 要把它放在跟選舉同一天 其實是為了 完全是為了投票率的問題啦 齁 完全是為了投票率的問題啦 那但是 在台灣的狀況裡面 就 就罷免 如果我們一方面 把罷免的門檻降低 齁 那一方面 這個又擺在可以同一天 那一定一天到晚都在罷免啦 齁 一定是這樣啦 所以 在這個部分齁 我一開始就說過了 在民主國家裡面 現在實行罷免的 老實講越來越少 都是用定期的更動 來取代 那就是台灣有這種狀況嘛 台灣就是狀況 第一個派黑嘛 啊第二就是 就是 你國安法裡面 沒有任何的退場機制嘛 齁 啊所以才會產生這樣的狀況 所以我是覺得 不要跟選舉同一天 那如果說 沒有 那個門檻都沒有改 那同一天 還比較有道理啦 齁 那如果說 我們已經把罷免的門檻降低了 那老實講 沒有必要在同一天嘛 那一定會造成很多混淆 造成不必要的困擾 那個順著 那個李委員的提議喔 我是不是提議說 這一條 等我們處理完 投票率門檻的時候 再回來看 這樣好不好 越審越複雜 好 那接下來就是 就是門檻了 那接下來就是 就是門檻了 齁 這個門檻都在後面 還有罰則 真正的重點在後面 這個部分 所以禮拜三精神好一點 再來討論 禮拜三 但是人命關天的事情 我們還是要處理啦 所以我是不是建議這樣 齁 因為這個 這個肯亞的這個 這個 這個 遣送回中國 台灣人遣送回中國 這個是大事情 那因為我們的 內政委員會 相對應的 部會是 內政委員會 我們就沒有排定審查 或專案報告 所以我是 我是不是建議這樣 我們增列議程 報告事項 請陸委會跟 內政部 齁 那 來做專案報告 那其他 齁 那禮拜三 那原則上我們會把審 注意聽齁 拜三 方國昌你就來 我們一定會把這個案子審完 選辦法 我們禮拜三再把它審完 那禮拜三 警政署官移民署嗎 移民署 移民署 但是 這個 路會是我們管的 我們內政委員會 這因為他去電話 主委的電話 不知道 比較有通 不明是 刑事警察也在負責 我們還是有必要 裸英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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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剛剛談完而已 你在這裡他不敢來 你在這裡 你也會不受歡迎人物 你也會叫他來 好不好 好 那我們今天就 進行到這邊 好 那那個 中選會齁 中選會或者是我們內政部的同仁 負責選辦法的部分 齁 那等我們 尋答之後齁 齁 齁 那要請各位過來的時候 我們再電話通知 好不好 你們可以先在辦公室 再去找你 做你們的工作 好不好 我去年有去啦 就不用一大早就過來 那個時候就是在推那個 老婆前進的那個 宣投發展的時候 你去年的事情 我在臉書上 還跟你幹 真的喔 不是 你那個時候 我跟你講 我去金門的時候 我去那邊很和平 不是 那個 好 好那個 林委員 俊憲對選爸爸修正草案 支書面參考資料列入公報 9點繼續開會 先來休息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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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